穷人和富人的思维差距有哪些?文章的开始,先引用著名的相声大师郭德纲的一句话,但凡要饭的,没有要早饭的,因为他要是能早起,就不至于要饭。多么精辟的一句话。这也是告诉我们,勤奋和早起的重要性。勤奋和早起,不一定让你马上制服,但是一定是因为你内心住着某个梦想,每天叫你起床的不是闹钟,而是梦想。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,即使是在三四线城市,人们也还是早起的比较多。农民要去地里干活,一般都是在天空、海蒙蒙亮的时候出发,赶着在凉快的清晨把地里的活都干了。然后第二天也是早起,再接着干。 街角的早餐店也亮起灯火,因为他们要把食材准备好,等待即将迎来上班早高峰的第一波客人。在我国发达的一二线城市,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借助大城市的政策和资源,让自己的收入变得多起来。早起的人,会利用早上那部分空余时间学习技能,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。 通过勤奋和努力升职加薪,获得更高的位置,享受更多的资源,从而使自己的工作成绩更加优异。 在大家都还没有成为富人的时候,都需要靠勤奋和早起开始。 你可能会说,农民确实勤奋,也起得早,但是为什么大多数还是那么贫穷? 当然,除了早起和勤奋,学习富人思维,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尽早地实现财富自由。 第一,富人敢于跟银行借钱。 这并不是说,我们在还没有富裕之前,要无节制地使用信用塔。 事实上,很多中国的青年,都在过度消费自己的信用。 如果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,比如,吃一次奢侈的西餐,买一个名牌包,或者买一只奢侈的口红。 这种超前消费,不仅不能为自己带来财富积累,反而会破坏自己的信用。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,有减入奢益,有奢入减难,无节制的物质消费,只会使自己的信用卡账单越堆越高, 每个月的那点工资付账单都来不及,更别说买个教程,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了。 也有一些人,他们根本不愿意向银行借贷,他们快计算银行收的利息,害怕负债,觉得没有必要让自己背上还债的压力,于是迟迟不敢借贷。 过度消费和拒绝向银行借贷,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现象。 都是不善于利用自己的信用,借助银行工具帮自己致富。 我们再看看,富人是怎么做的呢? 富人很重视自己的信用,只有有了良好的信用,在向银行借贷的时候,才能顺利得到自己想要的。 当富人有了良好的信用,他们做事也有底气,他们凭借自己敏锐的嗅觉和眼光, 有魄力地实践了自己的项目,利用融资,提升自己的创付能力。 也为自己的下一个项目的借贷,提供能力方面的支持。 从国家方面来讲,国家是非常支持企业家向银行借贷,一方面可以是可以让银行有了营收,另一方面,也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。 第二,富人敢于花钱。 富人愿意散财。 俗话说,钱散人聚,钱聚人散,人们为了能够生活得更好,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,因此,归根结底,人们也是利益趋向性的。 老板能够把一部分金钱分给有能力的部下,让自己的职员为自己挣钱。 职员得到的回报大了,也会更加耐力地为老板工作。 很多有智慧的老板都明白这个道理,明明我自己花时间能够赚到200元,但是我宁愿把这200元分给我的员工,他们帮我挣回了400元,同时,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其他的事情。 我们可以留意到,大公司一般比较看重流水,只有钱花出去,才说明这个公司是一直在运转的,是有活力的。 钱只有留起来,才是活钱。付出去的钱,是成本,也是投资,能够获得盈利,才是最重要的。 如果挣到的钱,一直存着不动,那钱就不能产生价值,带来利润,就相当于死钱了。 特别是货币会随着时间的消失贬值,简单说就是,通货膨胀会使钱贬值。 中国人受到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,都告诉我们要勤俭节约,学习省钱和存钱。 但是一味的省和存,不能带来金钱的长久增值,反而还会遭到贬值和亏损。 因此,我们要顺应社会发展规律,可以存一部分钱满足日常生活开销,一部分用来投资或者理财,使钱增值。 第三,把富人思维用行动实践出来。 当我们学习了很多富人思维以后,就一定要用行动实践出来。 否则,就像看了一遍励志电影,除了感动自己,然后就什么都没有剩下了。 富人都很有魄力,是天生的行动派。 当他们看准某个行业,都会投入精力,生耕多年,他们会持续学习,遇到困难就去解决它,直到取得成功。 巴菲特有一句名言,人生就像滚雪球,最重要的是发现失血和长长的山坡。 富人刚开始也是个穷人,他们会努力工作,节省下来的钱用来投资,给自己赚钱。 这个就是滚雪球,湿的血是他们发现的机会,长长的山坡就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克服困难的旅程。 能否把滚雪球贯彻到底,取决于你有没有决心和毅力的持续付出? 我们每个人,无论是在职业生涯,还是在创业路途中,都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和挫折。 这时,是不是能够沉下心来,想办法解决问题和困难,是否每天都有恒心和毅力去坚持执行工作计划,是很重要的。 可能,你坚持了很久,发现自己坚持的,非但不是机遇,反而是鸡肋。 这时候,是不是可以为自己打气,继续坚决执行下一个计划? 如果遇到困难和挫折就三心二意,什么都想要,但是又没有投入100%的努力,瞻前顾后,患得患失,仍然无法成功。 穷人和富人的区别,不是有多少资产,而是是否具备富人思维和立即执行的行动力。 我们要真正学会富人向银行借钱和正确花钱的思维,然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创业路途中,不断地实践,克服苦难,那么,明天的你,一定会比今天的你富有。 终有一天,你一定能够体会,便有钱,不是一蹴而就的,就像竹子,它初期需要花四年时间长高三厘米,那是它在积蓄力量,等到第五年开始,它会以每天30至40厘米的速度疯狂生长。 仅仅需要六周时间,就可以长到15米的高度。 所以,不要低估了你自己,不要觉得自己不行。 你要静待,要学习,要努力,要坚持,剩下的,留给天意。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,请订阅我的频道。 我会持续为大家分享财富思维,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。 感谢观看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